台灣人就是愛排隊吃名店 但也有不少名店 紅了就給我糟蹤耶 今天就跟著美食糾纏隊 來華山文川附近 凭借那些大排長龍的名店吧 說到台北必吃早餐 絕對會提到富杭豆漿 除了有名之外 還曾融獲過必比登的推薦 那肯定是要來朝聖看看吧 哇塞也太多人了吧 厚餅夾蛋真的是超級厚 跟一般的燒餅不同 吃起來更有份量感 整體口感偏乾 不過厚餅很香 吃起來帶點甜味 是真的蠻好吃 但好像也沒有厲害到 要餵它排隊一個小時 豆漿喝起來很順 喝得出是新鮮現煮的豆漿 比較可惜的是 沒有什麼炭培味 喜歡炭培味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少於胃 結論 整體食物吃起來都是好吃的 但沒有厲害到 要餵它排一個小時的隊 屬於人生來吃過一次 體驗到就可以的店 平常還是吃上口的豆漿店 就好了 第二間巧之味 有總統御用水餃之稱 招牌的干貝水餃 翠綠外皮非常吸睛 水餃內餡很多汁 裡面的高麗菜絲 脆脆的帶點甜味 干貝給的蠻大顆的 比較可惜的是 外皮有點油 又有點煮太軟爛 沒什麼嚼勁 但有種越吃越好吃的魔力 結論 內餡甜甜的高麗菜絲 給這顆水餃加了不少分 雖然一顆酒塊有點小貴 但真的有種越吃越好吃的魔力 第三間大福燒是一間隱藏版的小吃店 Google評論 4.4顆星幾乎翻不到差評 介紹給我的朋友說 喝一碗藥膳湯可以暖到第二天 天啊 超級好喝 藥膳味超級濃 還會回甘 阿姨還幫我們加了這兩罐 泡了半年的藥酒 酒香真的是瞬間噴出來耶 雞腿很入味又超級嫩 輕輕一巴肉就分離了 真的可以用驚為天人來形容 天啊怎麼做到的 呃我的喜歡會太明顯嗎 阿姨還跟我們分享她皮膚好的秘密 就是每天喝這個藥膳湯 天啊我要每天來報到 結論 真的超補的 藥膳跟酒香濃到我問阿姨 喝完能騎車嗎 真的只有一個感受 我以前喝的那些藥膳 到底算什麼 隱身在小巷內的 小巷小巷 在芋頭控界是赫赫有名的飲料店 超級紅 聽說是芋泥多到搖不動的那種 滿滿半杯超級濃稠的芋泥加鮮奶 搖晕之後喝起來蠻順的 沒有想像中那麼濃膩 芋頭味很濃又不會很甜 小杯的比較剛好 蠻有飽足感的 不會太膩 結論 芋頭控的話會很喜歡的飲料 給料很大方 還有其他配料選擇 有來華山真的可以來喝喝看 接下來這間特有種商行是 明島韋德順開的一間電影主題咖啡館 裡面放著各種電影的道具 周邊 甚至還有金馬獎座 老碗公田醬油叉燒飯 叉燒超厚超大塊的 吃起來甜甜的很爽脆 配上半熟蛋 整個意外的好吃耶 真的很難得可以在咖啡廳大吃叉燒飯 你已經進入客便當的模式了耶 天啊烤餅這個底竟然是蛋 甜甜鹹鹹的很好吃耶 包包一片非常脆 大概兩口就可以吃完一片 我絕對可以刻掉這一整片 結論 店內的氛圍很舒服 餐點也都蠻好吃的 烤餅我真的大推 真的很值得來體驗看看啦 最後一間木白甜點咖啡也是超級夯 一間多則評論竟然還有高達4.4顆星 限量的甜點超強瘦 沒有些預留真的會吃不到啦 向陽市店內的招牌甜點 是抹茶跟檸檬塔的結合 抹茶很濃郁 是偏古的抹茶 跟檸檬的酸中和的蠻好的 塔皮不是很好切 但非常酥脆 真的好喜歡這個口感 推薦給陪女友來吃甜點的不愛甜男友 簡論 第一次吃到抹茶配檸檬的口味 塔皮非常酥脆 要來的話記得先打電話預留蛋糕 才不會破空哦 以上講評僅表達個人口味 所以小可愛不推的店 也有可能是你的愛店哦 歡迎底下留言跟小可愛推薦你的愛店 也許下次吃的就是你們推薦的店哦 如果喜歡今天的內容 歡迎幫我按讚分享 想看更多美食糾茶隊系列的話 記得訂閱New新聞頻道 才不會錯過下次更新哦 掰掰 請問你 小可愛 請問你 有個罩 你有什麼東西